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新的是花莲县政府建设处 在25号的下午 办理了111年度花莲县立务西河川环境改善 与阳城意志计划成果献刊说明会 由县长许正位,新城乡长和李台 一届建设处长邓紫瑜等人一同出席 而面对了常年阳城问题得以改善 许正位也感谢各界携手努力 让花莲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立务西下游河川常年受阳城灾害影响 造成沿岸居民健康危害 交通安全及农耕种植困难等问题 而花莲县政府也从112年开始 进行水覆盖、绿覆盖等防治措施 并滚动检讨 成功将沙漠变成绿洲 对于立务西的出海口的部分 我们跟经济部、水利署以及环保署 争取了700多万、将近800万的经费 来做我们水覆盖的部分 还有这个绿覆盖的部分 那将近有这个41公顷 那做了这个三大区域 那也有液脉性的水覆盖 以及我们的绿覆盖 这个植草的部分 那以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那在阳城的部分的确是有改善 那我们也会继续持续来观察 那今天特别邀请我们的这个当地的村长 还有河里台乡长 对于我们现在完成这个水覆盖的部分的工程 也跟我们的乡长还有关心的居民 来进行做说明 那我们会持续观察现在的阳城状况 如果这个功效量这个功能良好 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这个经济部 以及跟我们的环保署来争取相关的金费 再将我们的这个范围再加大 县府建设处在25号下午 也办理了111年度 花莲县例如西河川环境改善 与阳城一致计划成果线刊说明会 由县长徐政卫 新城乡长何里台 以及建设处处长邓子余等人一同出席 面对常年阳城问题得以改善 徐政卫也感谢各界的洗手努力 让花莲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记者许立清新城乡报道